观光局华东纵管处辅导推出部落特色体验套装油城 在疫情之下全数退团取消 社区部落也因此损失惨重 华东纵管处透过了网络推广行销部落社区的产品 并且也针对了辖区各油气环境设施 也逐一的来整治修缮 提升旅游、环境品质 以待疫后新生活的来临 从5月中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后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常年辅导 也相当出色的部落社区特色套装油城 也全数退团取消 社区部落因此损失惨重 纵管处立即出手协助止血 也提供社区部落进修学习的资源以待来日 对于这些部落 我们也是除了加强他们这些行销跟准备的事宜之外 对于他们这些比较有一些 大家喜欢的食物啊 我们也希望透过护导他们用网购的方式来 加强他们的这些产品的促销 那也会持续来护导他们在这个经营上的一些品质的提升 跟环境的整理 除了软体的提升 配合全国三级防疫警戒 下区各油气景点也全部封闭禁止进入 众管处也趁此时机进行相关修缮整治 提升旅游环境品质 那这也是我们部长所关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风景区里面 经典也针对许多的这个 经典做一个亮点计划 希望用利用这些环境的改造 营造一些新意向 然后透备活动行销来 让大家到华东来旅游 让我们的这个国旅啊 以及未来的国际市场 这个服务品质都能 能够大幅的提升 目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12号三级警戒是否如期降级解封 仍待中央决定 但是不少观光业者以及民众都已迫不及待 早已磨刀祸祸 处长郭振林对此表示 不论降级还是违解封 华东众管处也将遵照 中央CDC的防疫准则来实行 确保大众的旅游安全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 一会儿 放线